大家好 欢迎收听原乡花园节目 我是安丽给怒 赖安玲 我是毕代命 俗荣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哪里呢 ICG的原乡花园节目 最大的特色是把录音间 搬到了原乡大地之间 到新竹间十汉武峰的部落 实际录制寻访齐老 歌手 教授等等的秘新 让听众认识丰富的原民文化特色 我们的色差 米粒大小也不一样 好丢脸 我不知道小米还有壳 在田埔访问一位附赠小米文化的巴翁 对 巴翁 听他的分享 然后是在山林间 我们就在石头上 然后看着小米田在那边分享 走访原乡将第一手的感动和场景 说进节目当中 很特别的是 原乡花园也收入山林或是水流的声音 帮助听众的想象面化 如同生力在部落之中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您是在这边工作 是 是 我是在天然谷 我们今天是乡的天然谷温泉 他们都想把原民的文化 透过声音传承下去 不过其实从小就离开部落的彼带 他自嘲自己就像是个泰雅的逃兵 渐渐长大后 纳埋藏在心里寻根的思念 才开始油然而生 五六零年代嘛 那时候外来文化冲击蛮大的 所以我们那边有比较多的酗酒的问题 然后失业的问题 真的有人是贡献了一生的岁月 可能只是为了要找回太亚的枝布文化 或者是小米文化 从养鸡蛋 种香菇 恢复小米文化以及语言传承 节目原汁原味地展露出族人 在保护土地和附赠文化的不遗余力 而深入踏查之后 让原先就身为原住民的安利牧师 和彼带重新体认 原来族人对故乡及土地的情怀 是何等的大 马赛头目 还有尤绕长老 他曾经说 他们也曾经经历过一段被财团 财团很想在那边发展观光 拿着几百万现金 然后就摆在他们的面前 要他们把土地让出来 可是他们到了最后 看到对方来意不善 他们心里都准备好了 他们说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捍卫他们祖先 就是我们祖先留下来这片土地 把所寻见的感动 化成语言传递给观众 他们也说透过节目 在回家的路 品尝上帝造万物的美好 透过回家的路 然后更认识到原来山林寺 充满了上帝的恩典 然后也充满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在当中 到最后他可以勇敢地说 我以身为原住民为歌 第一次见面我就跟安利牧师说 我是一半的泰雅族 我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原住民的名字 对不对 对 结果安利牧师呢 直接跟他讲说 你的名字叫比代 对 我因为做这个节目 有了自己的原住民的名字 透过节目重新认识自己的根源 也让听众认识原民的传统产业 文化特色以及这片山林 更看见上帝对部落的心意